你被突然而来的强流卷走 或者掉队后独自上浮 又或者是船长或前岛 彻底把你给忘了 你可能要面对这么一个困境 孤独的出现在大海中央 前后360度转了好几个圈 都看不到船或是巴黎 天越来越暗 浪一个比一个高 你不得不含着呼吸管 忍受海浪把你抛起来又摔下去 经过几轮跟海浪的搏斗 你呼吸急促体力耗尽 胃酸开始翻腾 那更要命的是 你感觉越来越冷 开始失温 大腿也跟着有点抽筋 你不得不接受现实 那只能绝望地寻找附近的船只 如果是在晚上潜水 情况可能更糟糕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黑脚谱 Blackfin的大海求生系列第二期 上一期我们讲了用哨子 风鸣器 像把 镜子 手电和闪光灯 来发射求救信号 增加搜救队伍 找到你的几率 那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 在恶劣环境潜水时 需要用到哪些求救装置 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呢 前面提到这些潜水装备 在遇到恶劣的天气 或者搜救直升机 离你很远的时候 很难让别人发现你啊 所以有的情况下 需要带这个海水染色剂 潜水员专用的海水染色剂 防水深度约100米 能把你身边直径 约7到15米的水面 染成荧光黄色 或者荧光绿色 白天晚上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能见度好的话 10公里外的飞机 都能看得到 持续时间那一般是45分钟 建议带一个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在水流大的情况下 染色剂的持续时间会减短 但你远远看到直升机 就可以使用它了 海水染色剂 大大增加了你在紧急情况下 被发现和生还的几率 手持火焰信号 也叫手持火炬 或者手持救生信号火炬 这是一款专门为潜水员设计的产品 它在普通的手持火焰信号外面 装了一个防水壳 40米防水 在水面上使用的时候 需要从防水壳里拉出来 火焰的信号非常亮 白天和晚上都能看得十分清楚 潜水员可以一次准备 两到三枚手持火焰信号 要把握好使用时机 因为信号只能维持一分钟左右 那注意 发射的时候有可能会烧伤自己 因此必须要谨慎使用 同时这是易燃品 不能带上飞机 这类产品的有效期 一般为三年 带了这款求生利器 你的生还几率又提高了几个百分点 这个Nautilus Marine Rescue GPS 可以说是一个海洋搜救GPS定位器 130米防水 对于大部分潜水员来说是足够了 你需要提前设置好这个机器 下水前最好与你的潜水船配对好 如果你上了水面 发现自己在海中央迷路了 那就打开盖子 竖起天线 按照说明发送信号 你的机器会尝试对潜水船 发出警报 并发送你的位置 如果30分钟 你还没有取消警报 预险信息将被广播到附近55公里范围 所有配备制动识别系统 AIS的船上 听起来很不错是不是 如果天黑了 机器还会启动白色的LED闪光灯 帮助救援队伍找到你 这个装置体积比较小 平时你可以把它放在BCD口袋 或是干衣口袋 也可以安装在BCD袋子上 大概肩膀的位置 在等待救援的时候 就不用费力把它举高 那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装置并没有连接卫星 近海求救是OK的 在比较远的外海求救 就没有个人定位发泡器 PLB靠谱 以上三种都是专门为潜水员设计的 救救信号发射器 只要不超过它们的使用范围 都是可以信赖的求生利器 如果身边没有这些装备 下面这几样东西 同样可以帮助你绝地求生 但是它们存在同样一个问题 由于它们不是专门为潜水员设计的 所以它们的防水 通常达不到潜水员的要求 你需要为它们额外去买 潜水专用的防水壳 那现在很多潜水员 都可以用手机在水底拍照 有一些专门为潜水员设计的防水壳 防水深度甚至可以达到80米 预险之后 坐标等待救援 但这个组合的问题是 手机信号不够强 海面上很可能没有覆盖信号 而且电池消耗的不是一般的快 如果没有其他明显的视觉信号 搜救队伍很难确认你的确切位置 而且你想想看 在大浪或者是手已经冻僵的情况下 手机没电或者是脱手 那是多么绝望啊 个人定位发泡器 PLB这个装置体积比较小 大部分的PLB会类置GPS 遇险的时候 至少能持续24小时发射求救 到国际搜救卫星系统 实现覆盖全球的及时救助 有一些厂家会专门给PLB做防水壳 防水深度可以达到180米 比起手机 PLB一般会浮在水面上 而且待机时间相对久 几乎不会没有信号 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组合 虽然又累又冷 但是有它在身边 你饱受惊吓的小心脏 就可以稍微安定一些了 潜水员的海面求生 比起利用这些装备 向路过的船只和飞机 发送求救信号 更重要的是 要保证你能在救援队伍到达之前 活下来 当我们发送了求救信号 在救援队伍到达之前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下一期 我们会分析几个潜水事故的真实案例 继续我们的海上求生之旅 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